观看生活级的游客 可以从地下送到进入广场 观看生活级她 上一次这么熬夜 还是高考察成绩的时候 凌晨三四点出成绩 晚上十一二点就开始 一直等待 非常的兴奋 感觉非常的想看 明天明早一大早的升旗仪式 也非常的自豪 昨天晚上跟同学去海边看日出 然后呢一晚上没有睡觉 然后今天来 来到这边看国旗 然后呢继续继续通宵 困是困 但是还是脑子很精神 主打一个特种病 多少年了 好久没熬过通宵了 怎么一直有十年之前了吧 上次熬通宵 就是去年的国旗 升旗仪式嘛 感觉是一个比较庄重的一个仪式 希望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很激动 很想看升旗 比我要找的对象还要激动 非常激动 内心非常的火热 我们背后的那座红墙 看到它我的内心 真的很有朝气 之前到这块来的话 都是19年的时候来过一次 但是很遗憾 没有参加那个升旗仪式 智能五一 现在不是流行大学生特种病吗 然后就过来溜达溜达 然后看一看 感觉很有仪式感 困难 这一次通宵感觉更加的困了 就坐在椅子上等着 我昨天是七点睡的 今天十二点则起的 储备了一下睡眠 就是为了过来这边 太生气 拿了浴巾 然后给他们铺在上面 然后累的时候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毕竟一个晚上还是蛮长的 我是本地人 然后带外地的同学来 参观天安门 然后因为要带很长时间 我就想着拿个码扎 拿个垫子之类的 让他们别坐在地上 我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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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都是在就是 学校里面看生气 然后现在是第一次在 北京天安门看 对祖国的归时感和认同感 更加的强烈 五点十六分 然后开始生气以后 然后谷歌一响 然后全场人民 期望 谷歌就算 到我最好